陳寅 陳寅 已被拼 在上千名支持者的歡呼聲中 尋求連任的民進黨平地 原住民立委候選人陳寅 揮舞著雙手走進會場 會員加油加油 台東競選總部成立 歡樂氣氛如同是部落盛會 祈老用傳統祖語祝福 而陳寅的父親前台東縣長陳建年 更是穿上陳寅上輩子情人的背心 站台駐政 他比爸爸強 而且他有會殺法的愛心 而且很熱心 陳寅為原民爭取權利 認真打拼的政績 讓族人很有感 今年的上個會期立法院 終於通過原住民主的健康法 那有了這個健康法之後 未來我們對原鄉部落的 長者的照顧 不管是在預算 在人力上會有更充裕的這個 這個醫療服務 不只是在部落醫療 陳寅更是拋出九大政見 在原住民腳牙補助的部分 我們特別下降到這個55歲 所以我們在這一間呢 也推動了這個原住民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讓我們的族語呢 變成國家的語言 這次平原選舉十搶三 競爭相當激烈 陳寅以亮麗的政績展現 呼籲選民投票給認真做事的人 三天新聞王浩元台東